我們打開我們以前跑的程式 我們上個禮拜跑的程式 例如我打開這個20號的 那打開這個資料夾裡面呢 就有我們的Advertising Data Set 跟我們上次跑的這個回歸的例子 那我們怎麼把它打開? RStudio很簡單 你就看到這個RStudio的圖案 你就把它點兩下打開 它就會幫你把Code打開了 好不好 好 可以嗎? 而且這樣打開有一個好處喔 這樣打開你的Current Working Director 就是什麼 你目前的工作的那個空間 工作的Folder 就會剛好是你放的那個資料夾的Folder 它都幫你設定好了 有沒有 好 可以嗎? 那你如果真的沒有辦法這樣打開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方式是什麼呢? 就是你把你的RStudio打開 好 打開之後呢 應該是沒有看到這個的 好 你就選這個Open Open一個存在的File 對不對? 或者是File裡面的Open都可以 好 然後你再去點桌面上 我們上次上課用的例子 好 20號的這一個 簡單的信心回歸 但是你這樣開的缺點在哪裡? 再看這裡 你的Current Working Directory是什麼? 是預設的 有沒有 不一樣 對不對? 好 所以要看你怎麼開會比較好 那像這個如果是這樣開的話 我全部選起來 Run 它會告訴你錯 因為它會沒有找到你的Data 對不對? 好 如果我現在關掉 我現在換另外一個方式開 來 我現在從這個20開始 然後把這個點兩下打開 打開之後呢 你看我的Working Directory 已經是桌面上的這個了 對不對? 有看到嗎? 好 這時候呢 如果我把這邊全部選起來 按下Run 這竟然可以跑 好神奇 好 好來 先把這個程式打開 等一下 可以嗎? 可以選起來讓它Run 選起來讓它Run 好 先手機放這裡 都好多彩 可以嗎? 可以裝 好 那我們剛才的數據在哪裡? 很簡單 所有的模型跑出來的結果 都在Summer裡面就看得到了 來 你們要看一下你的例子 跟我這個例子是不是一樣 因為有時候我用ReLoud 有時候用Linear Fit 這個看當時 在 教這個程式的心情 好 我這邊呢 用的是ReLoud 對不對? 這個是線性回歸出來的ReLoud 對不對? 然後我用Summary 來看一下這個ReLoud 有沒有? 好 那我Summary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個ReLoud的一些結果 所以我再打一次 你可以直接把滑鼠移到這一行 然後按一下Run 或Ctrl加Enter 或Ctrl加R 再Run一次 它下面就會出現它的結果 好 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上次有講過 這就是我們的模型 對不對? 我用電視的廣告預算 來預測我的Sales銷售的量 然後這個是我殘差的 最小值 第一四分位數 中位數 第三四分位數 最大值 好殘差的五數共和 然後呢 這個是我的估計的係數 然後我的標準物 對不對? 然後這兩個相處 相處之後是T值 這個T值太難看了 我們比較好看的是P值 P值越小 這代表呢 我們這個呢 離零越遠 這個離零越遠 對不對? 那我們現在要看的是哪一個呢? 現在要看的是這一個 這一行 好 這裡有一個 Residual Standard Error 對不對? 標準物 對不對? 殘差的標準物 3.259 198的Degrees of Freedom 這198就是200-2 得到的 異準 8 可以嗎? 好 但是 現在有一個問題 那我怎麼知道 這個3.259 是好還是不好? 夠好嗎? 對不對? 就會出現這個問題有沒有 好 所以我們再往下看喔 等一下我們再往下講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看這個 R square 跟這個調整過透的R square 那這個F統計量 我們會等到 多維度的時候 我們再講 多變量的時候我們再講 大家都有看到這一行嗎? 有嗎? 都有齁 好 來了 邃